2007年的一天,韩国首尔的一名宋奶公在给一家客户送货时,无意中发现,这家客户的屋门虚掩着,门缝里还渗出大量血迹。 宋奶公意识到情况不对后,慌忙拨打了报警电话,随后赶到县城的警察进屋之后,见到满屋子到处都是血迹,但屋内却没有人。 不过警方还是据此认定,租住在此处的某高校雕塑系女生惠惠可能已经遇害。 半个月后,警方果然在首尔郊区的一处荒草地里,挖出了惠惠的尸体。 惠惠的身上有多处刀伤,死前还遭受过侵犯,凶器应该是雕塑刀一类的特殊刀具。 根据惠惠住处采集到的指纹和脚印,警方很快抓捕了一位名叫正铁的男子。 此人有过暴力侵犯女性的前科,是监狱里的常客。 加上警方在命案现场只发现了受害人和正铁的指纹及脚印。 因而,仅仅两个月之后,法院就在一审中将正铁判处了死刑。 正铁对此判决结果不符,坚决要求上诉。 就在死案的二审开庭前夕,从业多年且从未输过官司的金牌律师志炎, 主动站出来要给正铁做无罪辩护。 原来,志炎不仅是一名成功的律师,也是一位单身母亲。 就在两天前,志炎年仅八岁的女儿突然遭人绑架,绑匪向其索要一大笔赎金。 志炎本打算第一时间报警,不料,绑匪一直在暗中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志炎为了女儿的人身安全,只得准备支付赎金。 谁知,绑匪又临时改变主意,不再索要钱财, 转而向志炎提出了一个新条件。 那就是,志炎必须担任正铁的二审辩护律师,为其做无罪辩护。 并且,只有正铁被改判无罪,绑匪才会释放志炎的女儿。 因为在绑匪看来,正铁不可能是杀害惠惠的真凶。 为了女儿的性命,志炎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好答应了绑匪的条件。 而此时距离二审开庭还有七天时间。 也就是说,志炎必须要在这七天之内找到充分的证据, 给嫌疑人正铁翻案。 在翻阅了正铁杀人案的资料后,志炎发现这起案件确实另有蹊跷。 首先,检方在没有找到凶器的情况下,就对正铁发起了诉讼。 其次,法官仅凭案发现场的脚印和指纹,就认定正铁杀人罪名成立,将其判处了死刑。 而根据正铁本人的证词,她是为了给患有糖尿病的母亲筹集医药费, 想要潜入受害人惠惠的住处行窃。 结果见到惠惠的房间没有锁门,所以偷偷溜进了屋内。 当时的屋子里虽然到处都是血迹,但却没有尸体。 正铁这才强忍着恐惧,在屋内翻找了一圈,并偷走了一些财物。 她的指纹和脚印就是在那时留下。 换句话说,正铁死前并不认识受害人惠惠。 在掌握了案件的基本情况后,智妍又找到与其关系要好的初中同学金警官, 请求对方协助自己查清楚正铁杀人案的真相。 不过由于担心激怒绑匪,智妍没有将自己女儿背绑一事,如实告诉金警官。 金警官虽然凭借多年的办案直觉,认为伤害惠惠的凶手就是正铁。 智妍此刻试图为真凶犯案,实在是不理智之举。 但出于多年情谊,她还是决定协助智妍查找相关线索。 随后,智妍和金警官从法医口中了解了死者惠惠的尸检情况。 惠惠浑身上下布满着伤口,且伤口深浅不一。 这说明,凶手是在极度冲动的状态下,犯下杀人重罪。 并且,对方很可能是第一次杀人。 按照常理来看,这类犯罪行为,法医通过尸检, 往往很容易找到一些直向凶手的证据,比如对方残留的指纹、体液等等。 但奇怪的是,惠惠的身体内外,没有留下任何凶手的证据。 因为,她的尸体经过了极为专业的清洗和处理, 就连其私密部位的毛发也都被剃得干干净净。 这让智妍更加确信真凶不是正帖。 理由很简单,正帖在案发现场留下了大量指纹和脚印。 既然如此,对方怎么可能又会将尸体清理得如此彻底呢? 在告别法医之后,智妍和经警官来到惠惠的住处,对案发现场进行了勘察。 经警官根据现场的确计分布,判断惠惠应该是在客厅的沙发上被凶手刺伤。 受伤之后,惠惠本能地挣脱凶手想要逃走,但没跑出多远,就又被凶手拖回到沙发上杀害。 智妍据此推测,凶手很可能跟惠惠相识,两人是坐在沙发上聊天时,凶手突然受性大发,对惠惠实施了侵犯,然后又抄起惠惠平时雕塑使用的刀具,刺死了挣扎呼救中的惠惠。 但根据正帖本人的证词,以及警方此前的调查,正帖和惠惠在案发前没有任何交集,而案发时,惠惠住处的门锁也没有被人撬过的痕迹,这样看来,正帖应该没有撒谎。 他在进入惠惠的房间时,惠惠早就遇害,并且,尸体已被凶手运走,而杀死惠惠的凶手,很可能是跟惠惠关系密切之人。 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智妍和警警官重点排查了惠惠的人际圈,发现,对方此前结交过一名留着沙马特投行的混混男友。 从沙马特口中,两人又得知了一条重要线索,原来,惠惠在遇害前,刚和沙马特分手,并搭上了一位富二代。 案发当晚,沙马特曾前往惠惠住处,想要跟对方复合。 结果刚到楼下,他就见到惠惠的红色汽车从面前驶过,但开车的人并不是惠惠本人。 从身形来看,对方应该是惠惠所交的富二代男友。 据沙马特所知,惠惠的新男友平时佩戴着显眼的鼻丁,而惠惠的个人电脑里还存着很多新男友的照片。 如果沙马特的这番证词属实,惠惠的这位富二代男友显然有着重大作案嫌疑。 随后,智妍和经警官开始分头行动。 经警官负责追查惠惠的红色汽车下落。 智妍则来到惠惠老家,想要确认其富二代男友的身份。 惠惠的家里目前只剩下惠惠的母亲一人。 惠妈跟智妍一样,也是一位单亲母亲,从小独自将惠惠拉扯长大。 在得知智妍要给犯罪嫌疑人正铁翻案后,惠妈的情绪十分激动。 她当面质问智妍,究竟出于什么目的,想要给杀人凶手洗脱罪名。 智妍不知如何回答惠母的质问,只是含糊地表示,为了自己的女儿,她必须要这么做。 好在惠妈并没有阻止智妍查看惠惠的个人电脑。 智妍很快在电脑里,找到了一些惠惠跟富二代男友的合影。 富二代的鼻子上,果然佩戴着一枚醒目的鼻丁。 通过这些照片,智妍透过经警官的关系,确认了富二代的身份。 此人名叫阿江,身份颇为神秘。 智妍暂时能够查询到的资料,就是阿江目前正在一家精神病院接受治疗。 从院方登记信息来看,早在惠惠遇害的一周前,阿江就入住了精神病院。 也就说,惠惠的这位富二代男友,根本没有作案时间。 那么,案发当晚,沙马特看到的,驾驶着惠惠的红色汽车的人,又是谁呢? 为了搞清楚其中的实情,智妍叫上调查红色汽车无果的经警官, 一起来到精神病院,见到了阿江本人。 阿江看上去疯疯癫癫与无伦次,精神状况似乎却有问题。 据主治医师介绍,阿江是因为长期吸食致幻剂,造成了精神失常。 当智妍提到后悔的名字时,阿江突然发狂, 不仅砸碎了智妍用来取证的录音机,还将自己的一只手砸得鲜血淋漓, 甚至意图袭击智妍,好在被旁边的医护人员及时制止。 病房内的混乱状况,很快引来了精神病院的贾院长。 贾院长见智妍把阿江逼疯,当即大发雷霆, 直接将智妍和经警官轰出了精神病院。 再回自己办公室的路上, 智妍无意中发现自己口袋里多了一只沾染着血迹的纸团。 他打开纸团,发现上面写着一行字, 我知道是谁杀死了惠惠。 看来,阿江刚才是在装疯, 目的是将这张纸条塞给智妍, 对方显然有话想说。 想到这里,智妍和经警官赶忙折返回精神病院, 但医院人员此时已受到贾院长的指示, 不准两人再见阿江。 无奈之下,经警官略施小计, 触发了精神病院的火警。 智妍则趁乱潜入阿江的房间。 但没想到,阿江这时已经神志不清, 根本无法再向智妍提供有用的信息。 智妍也只得无功而返。 就在调查陷入僵局之际, 绑匪突然给智妍打了一电话。 原来,智妍的女儿有过敏史, 绑匪此前不小心给她喂食了又发起过敏的食物。 这时,小姑娘的身体出现了严重的过敏反应, 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智妍在得知情况后, 慌忙支开对绑架案一无所知的经警官, 然后回家取到过敏药, 并按照绑匪的要求, 驱车将药品送到一处人际罕至的郊外。 与此同时, 绑匪派出一只训练有素的狗子, 让智妍把药品和自己的车钥匙一起绑在狗子身上。 顺着狗子奔跑离去的方向, 智妍很快见到了绑匪和自己女儿的身影, 但由于距离比较远, 他根本看不清绑匪的容貌, 只能依稀辨识出对方是一名体格强壮的中年男子。 在看见自己的女儿之后, 智妍疯了一般向着绑匪的方向冲去, 可惜他终究晚了一步, 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绑匪驱车带走了他的女儿。 绑匪在离开前, 顺手将智妍的车钥匙扔在了地上, 等智妍捡回钥匙回到自己车上时, 才发现金警官出现在了他的车里。 原来,智妍此前故意支走金警官的举动, 引起了金警官的怀疑。 对方这才躲在他的车后备箱里, 偷偷跟了过来。 智妍见事已至此, 只好向金警官坦白了一切。 金警官这才得知, 智妍为针铁翻案的目的只是为了营救自己的女儿, 可绑匪究竟是谁呢? 按照常理推测, 此人应该是嫌疑人针铁的亲近之人。 金警官随即重点调查了针铁的人际关系, 结果发现, 鎮铁并没有关系太好的亲戚和朋友, 他的父亲也已去世, 目前跟鎮铁关系最亲近的人只剩下两个人, 一个是他的母亲, 另一个是他的妻子。 镇母患有严重的糖尿病, 连生活都无法自理, 显然不太可能策划绑匣案。 由此看来, 绑架智妍女儿的嫌疑人就只能是鎮铁的妻子, 而智妍此前远远见到的绑匪, 又明明是一个男子, 这就意味着, 镇妍很可能还有一名帮凶。 就在金警官盯上镇妍的同时, 镇铁杀人案二审如期开庭, 资言在法庭上陈述了最近七天的调查结果, 并着重强调, 凶手应该是受害人惠惠的相处之人, 而嫌疑人镇铁和惠惠素不相识, 因而不可能是真凶。 谁知, 面对资言的辩词, 检方直接传唤了一名证人, 此人正是镇铁的妻子。 根据镇妻的证词, 镇铁和受害人惠惠早就认识, 镇铁不仅有过暴力侵犯女性的前科, 而且还经常倒腾, 违禁药品。 惠惠的富二代男友阿江, 吸食的致幻剂就是从镇铁手中买来。 案发当天, 镇铁前往惠惠家中, 其实不是想要行窃, 而是给阿江送货。 正妻的这番证词, 让致言措手不及。 看来镇铁即便不是凶手, 也是个十足的混蛋。 这或此前向警方和致言, 刻意隐瞒了他和受害人认识的事实, 彻底陷入被动的致言, 指责向法官申请休庭, 希望以此再争取两天时间继续寻找线索。 休庭期间, 致言接到了京警官打来的电话。 京警官在调查正妻时, 无意中发现了一张正铁母亲的保单。 保单信息显示, 如果正母病故, 正铁就能获得一笔巨额保险金。 而如果正铁因惠惠遇害案被判死刑, 正妻则顺理成章地得到这笔保险金。 由此可见, 正妻愿意出庭指证丈夫, 是为了想要获得保险金。 换句话说, 正铁被判死刑, 最大受益人就是正妻。 正妻也就不可能为了给丈夫脱罪, 去冒险绑架致言的女儿。 既然如此, 那么绑走致言女儿的绑匪究竟是谁呢? 就在致言陷入困惑之际, 他收到了绑匪寄来的一支包裹, 包裹里装着一支雕塑甲手, 以及一封威胁信。 绑匪在威胁信里暗示, 如果致言不能顺利给正妻翻案, 对方就会砍下致言女儿的手以施报复, 感到极度惊惧的致言,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然后再次翻看了正铁杀人案的全部资料。 这一次, 他在惠惠葬礼上的一张照片里, 居然见到了本该被关在精神病院里的阿江。 这就意味着, 阿江在接受治疗期间, 其实可以自由出入精神病院。 也就是说, 惠惠遇害时, 阿江的不在场证明根本不成立。 沙马特在当晚见到的开着惠惠红色汽车的男子, 或许就是阿江。 调查兜兜转转, 嫌疑对象又落到了阿江的头上。 于是, 致言叫上金警官, 再次来到精神病院查找线索。 结果被贾院长告知, 阿江在前一天已被监护人接触了医院, 但贾院长以保护病人隐私为由, 拒绝向致言和金警官透露阿江的监护人是谁。 却在两人的调查再度陷入僵局之际, 金警官委托线人调查红色汽车下落, 终于有了结果。 幸运的是, 惠惠的这辆车, 此刻被人丢弃在一处废弃车场, 并未被销毁。 致言和金警官随后在汽车的后备箱里, 发现了一些血迹以及一枚鼻钉, 血迹正是来自受害人惠惠, 鼻钉则像是富二代阿江的物品。 从这两项证据来看, 应该是阿江杀完人后, 又用惠惠的车将尸体运往郊外掩埋。 此外, 致言和金警官还查到了阿江的身世, 他的父亲居然是首尔的著名检察官老江, 只是老江一直嫌弃这个儿子不成器, 所以才对阿江的身份多有遮掩。 这样一来, 所有线索都串联了起来, 阿江就是杀人凶手, 而老江为了包庇儿子, 先是找专业人士清理了尸体, 然后又动用私人关系, 把倒霉弹正铁当成替罪羔羊, 操操江齐判处了死刑, 如今, 只要证明会会汽车里遗落的鼻丁是阿江的私人物品, 那么便能基本认定他就是杀人抛尸的真凶。 但如何才能证明鼻丁属于阿江呢? 致言想到了阿江在精神病院里塞给自己的纸条, 纸条上沾有阿江的血迹, 只要将这些血迹和鼻丁上残留的皮纸做DNA比对, 就能确认鼻丁到底是不是阿江的物品。 想到这里, 致言急忙返回家中寻找纸条, 结果发现家里闯入了几名不速之客, 领头的人正是阿江的父亲老江。 老江身边还站着一位名叫杨老大的黑帮头目。 在老江的受益下, 杨老大随即让跟来的几名小弟将致言捆绑了起来。 致言在惊慌之下, 只好向杨老大求救。 原来在不久前, 他曾帮杨老大打赢过一场官司, 但杨老大无奈地表示, 自己有把柄落在老江手里, 只能听候他的差遣。 随后, 老江一行人将致言此前搜寻到的所有证据, 全都找了出来, 建议胜券在握, 老江明显有些得意忘形。 他干脆当着致言和杨老大的面, 说出了惠惠被杀案的真相。 案发当晚, 确实是阿江开走了惠惠的红色汽车, 汽车后备箱里还存放着惠惠的尸体。 但当时陷入惊惧状态的阿江, 并不是驱车前去抛尸, 而是直接将车开回了家中。 老江见儿子浑身是血, 车后备箱里还有一具女人的尸体, 慌忙质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可阿江因为吸食了过量致幻剂, 完全不记得自己是如何杀的人。 只知道, 自己醒来之后, 惠惠就浑身是血地躺在他的身边, 已然死去多时。 显然, 他是在吸食致幻剂后的迷乱状态下, 杀死了对方。 老江在痛斥了一顿儿子后, 决定替其善后, 因为老江最近正要竞选国会议员, 他不想因为儿子的这档烂事, 断送掉自己的政治前途。 于是, 他先找来专业人士清理了惠惠的尸体, 然后派人丢弃了惠惠的车辆。 由于给阿江送货的正帖, 刚好在案发后, 进过惠惠的住处, 并在现场留下了大量脚印和指纹。 老江才将机就机, 动用私人关系, 将前科雷雷的正帖当作杀人凶手, 判处了死刑。 不料, 一审判决下来后, 金牌律师致言突然横插一脚, 主动要给正帖发案。 这让老江极度不爽, 眼见致言很快就要查出真相, 老江这才找来杨老大, 决定干脆弄死质言了事。 老江之所以此时说出案件的全部真相, 就是要让质言死个明白。 说完, 他当着质言的面, 烧毁了包括沾染阿江血迹的纸条 在内的全部证据, 最后又指使杨老大及其手下 锁死屋内的全部门窗, 并割开了质言家的燃气管。 等到老江带着杨老大等人离开后, 面临绝境且手脚背负的质言, 开始奋力自救。 他艰难地踢倒了身边的一只玻璃酒架, 然后用碎裂的玻璃酒瓶割断了捆绑自己的绳索。 就在致言挣脱束缚, 冲进厨房准备关闭燃气阀门时, 意外发现, 杨老大割断的管线并不是燃气管。 看来, 这位黑帮头目念及救恩, 没打算对致言赶尽杀绝, 但现在的问题是, 所有证据都已被老江烧毁, 致言该如何打赢官司, 救出自己的女儿呢? 第二天, 惠惠遇害案的二审再次开庭。 老江在得知杨老大放水, 放过了致言后, 直接将其打得满脸是血, 而失去全部筹码的致言, 只能在法庭上一再强调。 检方目前还没有找到杀人凶器, 因而, 按照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 正铁理应被判无罪, 但连致言本人都不相信, 法官会采纳他的这套说辞。 那只就在致言自以为 铁定会输掉这场官司之时, 寝室突然发生了逆转, 黑帮头目杨老大主动向法庭 提交了一份录音证词。 原来, 老江在向致言叨倒案件真相时, 被旁边的杨老大完整录了下来。 杨老大本就对老江极为痛恨, 所以才将录音交了出来。 有了这份录音证据, 不仅正铁被判无罪释放, 老江本人也当场遭到拘捕, 案件至此算是告一段落, 可精度条显示, 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正铁走出法庭之后, 为了表示对致言的感谢, 他主动走上前, 紧紧抱住致言, 然后在其耳边低声说了一句, 让致言感到毛骨悚然的话, 其实, 我就是杀死惠惠的真凶。 案发当晚, 正铁在前往惠惠住处给阿江送货时, 见到阿江因吸食过量致幻剂, 陷入了昏迷状态。 本来就前颗累累的正铁, 历史对衣着简单的惠惠动了色心, 并打算对其实施侵犯。 惠惠拼命反抗, 结果被正铁 抄起身旁的一把雕刻刀刺死。 伤完人后, 正铁就慌忙逃离了现场, 谁知, 醒来后的阿江见惠惠身中竖刀身亡, 误以为是自己在迷乱状态下杀死了女友。 在惊恐之下, 他匆匆将尸体搬进车里, 然后开着车回到家中向父亲求助。 至于现场消失的凶器雕刻刀, 正铁表示, 自己也不知道当时随手丢弃到了哪里, 听着耳边恶魔般的低语, 只眼感到极度震惊。 但为了女儿的安危, 他也只能放任其离开。 好在绑匪信守承诺, 正铁被判无罪后, 质言的女儿很快被安全放了回来。 重获自由的正铁随后来到一处废弃的车站, 等候自己的一位朋友。 此人就是绑架质言女儿, 胁迫质言给正铁翻案的绑匪。 其实, 正铁本人对这位朋友的举动也感到不解, 因为他在入狱之前, 跟此人的交情平平, 他不明白对方为何冒险要将他救出来。 就在正铁一边等候, 一边陷入困惑的时候, 他的那位朋友开着车如约出现。 正铁刚讲上前表示感谢, 谁知对方却直接一脚油门, 将他撞晕在地。 等到正铁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被铁链捆绑在一处废弃房屋内, 身上还被淋满了汽油, 而他的身旁摆放着一台正在运行的打字机, 打字机很快吐出三张纸条, 上面分别写着三句话, 你知道我费了多大劲, 才将你拯救出来吗? 听说被火烧死是一种最痛苦的死法, 对你这样的人渣来说, 注射死刑太便宜你了, 你就该被活活烧死。 就在正铁看完纸条后, 惊恐交加之际, 一名神秘人走进废弃房屋, 毫不犹豫地点燃了他身上的汽油, 然后看着他慢慢烧死在了火中。 故事的最后, 心生愧疚的志言带着女儿, 拜访了惠惠的母亲, 并为自己不得已给正铁翻案, 郑仲向惠妈表示歉意, 但惠妈并没有责怪志言, 反而向他安慰了一句, 既然你的女儿安全回到了你的身边, 这样就好。 志言马上意识到情况不对, 他的女儿遭人绑架, 除了他和警警官, 以及绑匪本人外, 其他人至今并不知晓, 惠妈又是从何而知的呢? 已斗重生的志言, 很快在惠妈家里, 见到了一只缺了一只手的雕塑, 而绑匪此前就给他游寄过一只雕塑假手。 志言终于明白过来, 真正策划绑架的人正是眼前的惠妈。 惠妈将志言洞察出真相, 也就不再打马虎眼, 她主动承认确实是自己绑架了志言的女儿, 目的就是让志言这位金牌律师, 为杀人真凶正铁翻案, 以便她亲自手刃正铁, 给女儿报仇。 至于案发现场消失的凶器, 早就被惠妈找到。 正铁在杀死惠惠后, 随手将雕塑刀插进了一座尚未凝固的雕塑里, 因而警方始终没能在现场发现凶器。 惠妈随后通过警局的一位朋友, 比对了凶器上的指纹, 这才认定正铁就是杀害其女儿的凶手。 为了让这个恶魔死得再痛苦一些, 惠妈买通了正铁的朋友, 策划了志言女儿的绑架案。 然而,让她始料未及的是, 老江为了保护儿子和自己的政治前途, 竟然联手黑帮杨老大, 试图阻止志言调查。 好在杨老大后来反水, 让惠妈最终完成了亲手手刃真凶的目的。 说完真相后, 惠妈告诉志言, 自己刚刚已打电话报警, 向警方说明了一切。 她的花音刚落, 亲警官就已带着警员赶来。 随着惠妈的被捕, 这起案件才算尘埃落定。 本期的故事来自于韩国经典犯罪悬疑片《七天》, 又名《七日榜票令》。 本片的故事结构, 很像我们此前解说过的一级恐惧, 《一级重罪》、《复合调查》等影片。 真凶一开始就以凶手的身份出现, 在整部电影中, 主角费尽心力, 想要给凶手脱罪, 最后让人大跌眼镜。 此外, 这部影片刚刚被国内翻拍, 就是张艺谋女儿张默指导的那部《拯救嫌疑人》。 但无论从剧情严谨度, 演员表演, 还是叙事节奏来看, 翻拍版似乎都不如这部原作。 好啦, 今天就到这里吧。 喜欢悬疑推理和惊悚了影视剧的小伙伴们, 别忘了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见咯。